小柱说,他们公司用个人电脑办公,他之前那台电脑有点卡顿,想换台新电脑,因为公司就在宜高数码杭州学院店旁边。 4月27号,他来到这里,打算通过线下门店购买,这样马上就能拿到新电脑办公。 小柱说,他当时的目标很明确,就想买一台联想小新Pro14笔记本电脑,某电商联想自营店的售价是5,499块钱。 当时给我的报价是5千,那它确实是比网上便宜很多,再加上我是很需要马上用到电脑,所以我当时就说我可以了。 这家店在宜高数码杭州学院店一楼,小柱说,本来想让工作人员先把电脑拿过来再付钱,但对方表示要先付钱才能从仓库调货,他就付了钱。 在那边等电脑的过程中,他们的工作人员来跟我说,就说你要电脑怎么样的,就是安装软件,安装哪些软件,那我就把我需要的一些软件有告知给他。 然后他说,那款电脑没办法从第三方下载,而且连的网络,有一些网络也是连不了的。 你要下载什么软件呢? 我要下载谷歌,钉钉,以及微信,也就这几款,因为正常办公要用的。 小柱说,这时对方给他推荐了另一款电脑,型号是SinkBook 14S,报价5600,并且拿来一台电脑给他展示。 他想反正用来办公,换了也就换了,又付给对方650块钱,买下了这台电脑。 他再加了550块钱,让对方帮忙装了系统和软件。 等他回去一查,说是发现对方推销时的一些说法有问题。 联想小新14Pro,它是可以第三方下载,它给我看的是13,但跟我说是14。 他当时手上拿的是这个13跟你说是14。 对。 那你后来实际上拿到的,就是他交货交给你了,是14。 对。 那你当时没有发现吗? 我有发现不一样,所以我有找他问,他跟我说一个是13寸,一个是14寸,各种的,说这也更高级一点,是这样子对我说。 就是你没有想到是价格方面有这么大的差异。 对对对对。 小柱拿到的收据上写的是ThinkBook 14,这款电脑在电商平台的自营店售价5499元,领完优惠券后结算,价格是4799元。 那款ThinkBook 13S售价6999元,现在缺货看不到结算价格。 不过小柱说,领完优惠券的价格在6000左右。 小柱表示,他在意的并不是价格高低,而是在销售过程中对方忽悠了他,所以现在他希望把电脑退掉。 谁跟你说不能从第三方下载? 您可以把你的员工都叫过来,我们可以当面对质的。 哪个员工?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,但是你可以叫过来。 对质什么? 就是他这边有跟我说过,不能从地方三方下载才导致我换的机型。 什么不能从地方三方没下载? 就是说这款软件不让从第三方下载? 正版软件怎么,正版软件从官网上下就好了,你干嘛要从第三方下来? 这家店的陆老板表示,他们在收据上已经写明了型号,说明小柱是认可这款机器的,他们的销售流程没有问题。 陆老板也在网上查了ThinkBook 14S的价格。 有5499,有4799,没有说我们一定要499要卖给你。 那京东要做活动,我们不一定要做活动,你懂我意思吗? 对,我懂,我懂。 那我做你这个价格也是,也没有说做你这个价,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价格卖给你。 就是如果当时您是直接表明说是这一款,给我看的这一款,然后给我说价格,就说你是赚钱怎么样子的,我都是认的。 因为我觉得既然我来这边,你们也是要租金什么的,我认,但为什么当时是给我介绍的那一款? 对,是这样的,如果是这一款你不需要的话,你可以不买,没有说你一定要买这一款,也没有说我们要强卖强卖。 关于小柱退货的要求,陆老板表示,电脑已经激活,不能退货。商场给双方做了调解,小柱后来反馈,双方没能达成一致。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。 918TION6 新闻